上海可以说是建筑的万国博物馆 不是说外滩 以前讲外滩就是建筑的万国博览会 而现在的上海 各种各样的建筑都非常的多 特别是现在新兴的这个鬼胶工程 那鬼胶工程里面呢 有很多很奇特的建筑 有的是建在地上的 而有的是建在地下的 是吧 那不一定说都非要建在这些地方 当然还有就是建在建筑物中间的 所以这些事情都是让我们以前 这个没有那么多建筑的时候 想不到的事情 当然在上海呢 你现在就能够看到那么多的 非常棒的建筑物 而这些新的这些地铁站呢 也是确确实实值得我们去探索 去寻找 而最近呢 在这个两岗市域铁路的建设当中呢 放出来临岗开发区站的这个效果图 它是让铁路和车站从大楼中央穿行而过 还把铁路的上盖掀起来 挖空建筑中央 用玻璃天幕来覆盖 使自然光线穿透进入到地下车站当中 所以你说这样的车站 你走进去的时候 肯定是有一种赏心悦目之感 当然这种赛博朋克的设计方案啊 在上海以至于全球重大工程建设当中 是不常见的 当一条条新建的交通线路 全力破土 延伸网脉络 串联成网 市民感受到的 除了越来越快的建设速度 还有越来越突出的设计美感 所以目前来讲 上海的轨胶建设当中 像23号线就把多样性 把一站一景 一线一风格 这样的设计理念呢 贯彻进去 所以将来你再去这些线路上看的时候 你都会看到非常棒的车站 我们也期待着这些越来越漂亮的建 车站呢 从效果图尽快的变成现实